斗大的租资招牌挂在店门外 连续两年的疫情让商圈人潮大减 不少产业受其影响 就连过去一线的黄金店面也不再强势 根据实价登陆显示 去年台北市成交单价前两名都位在五分埔商圈 第一名每瓶要价294.3万元 台北市的指标商圈黄金地段的这个 比较缺乏这样子的一个交易 买卖双方对于价格的认知有比较大的落差 以五分埔来讲的话 它过去最高的价格单价可以破400万 但是我们看到近几年的话 比较高单价的这个店面交易都没有破到300万 所以以这种价格的走势来讲 还是会有一些自用 或者是它本来就有些地缘关系 或者是看好它未来发展的一些 买方或投资方会愿意入手 过去70年代 以廉价诚意闻名的五分埔 在辉煌时期吸引不少人钱来购物 虽然现在人潮已经少了 但是它的房屋成交价 却成为了去年台北市的第一名 反观过去 长排名第一的东区 在去年就落入了第四名 大部分的屋主跟房东 它入手的时间比较早 所以它对于这个资金上面 财务上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那以至于就是电面控制率虽然提高 但是它并不需要就是降价出售 卖方不可能降低 那买方不可能买高 所以以至于这些黄金地段 它一直都没有出现价格 也没有出现交易 长年成交单价排名第一的东区 去年因为买卖双方为达共识 为有交易产生而排名下降 而二三线商圈因为地段 价格及可能都更等因素 让不少买家因而入手 才导致去年五分埔房屋成交价 首度成为了北市之冠 人间卫视长云亭秋奇恩 台北采访报道 都能够起的 那么恶意 感谢观看